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昨天受到风明影响中南部出现大雨 不过今天受到东北极风影响 我们要请教气象主播慧仙 今天的天气变化会不会像昨天一样剧烈 甚至下起大雨呢 好 这段早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 要提醒您今天外出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带雨具 尤其中部以北地区 今天来说雨势都还会蛮明显的 那么今天在凌晨的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们 可能是有被雨声给吵醒 因为今天在凌晨的时候 雨势包含在中部的山区 还有在北部地区都还蛮明显的 不过现在到了早上的7点多 以及到了清晨的时候 慢慢的雨势有所趋缓 但还是要提醒 今天来说全台各地都会有 震雨和雷雨发生的几率 那么很多人会提到了 在最近来说 好像在部分地区 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了一些强降雨 或者是剧烈的天气变化 那么除了说是封面影响之外 还有因为都是受到了刨线的影响 我们来看到主要在4月30号 以及5月1号的时候 我们一共经历了两道的刨线 首先在4月30号的时候 新有一波的刨线通过了金门 因此为当地带来了不少的降雨之外 到了昨天的时候 清晨先有一道刨线通过中南部 那么到了下午大概1点到3点的时候 还有一道通过了南部地区 因此同样为当地带来了不少的雨势之外 还一度的发布了大雷雨的警报了 不过我们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刨线呢 其实所谓的刨线 它就是指说一种准线型的对流系统 也就是在带状的这个雷暴群 它发展出来的风向和风速的变异之后 形成一种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 因此常常伴随着剧烈的天气变化 通常还有这些特征 首先第一个 它可能有像这样子弓形的回波 是蛮明显的之外 还会伴随着很活跃的闪电群 也就是会有闪电发生 那么紧接的是它的风速非常的快 可能达到50到60 时速非常的快 可能达到50到60公里的这样的速度 而且很快的结束之后 通常在这其中 还会带来一些强震风和强降雨 甚至强震风还可以达到10级左右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 在这两道刨线当中 这几天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的 还好的是说它在进入台湾之后 其实强度就有减弱了 那么在4月30号 金文带来了60.5的时雨量 紧接着在台南地区5月1号 甚至测到了阵风是达到了7级 还有的在将军和北门区 时雨量也达到了20毫米左右 不过大家会好奇的是 接下来还可能有刨线会发生吗 不过我们目前来看到 是没有太明显的这样的天气变化 但还是要注意 今天持续受到封面的影响 因此包含今天降雨热区中部以北 还有在东半部以及在宜兰花莲 雨势都会比较明显之外 还有可能出现了强降雨的状况 紧接着来看到的是 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感觉 雨势稍微趋缓 是因为没有了热力作用 但还是会有一些震雨发生 而到了在礼拜古封面远离 这时候雨势会稍微的趋缓 但是在银封面地区东半部 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紧接着来看到未来一周的降雨变化了 刚刚提到礼拜五的时候 雨势慢慢的趋缓之后 在银封面地区北部地区还是会有雨 但是在礼拜六之后雨势趋缓 礼拜天又要注意了 因为环境风场转吹南风的关系 因此在东半部花东 会容易有一些比较多的局部性震雨 各地也都会雷震雨发生 那么紧接着看到下一波的封面 就是在礼拜一以及礼拜二了 我们看到在下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又有一道封面要接近台湾 它是在台湾的北方海面 但是目前来看 它是不会通过台湾 因此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可能还得继续的来做观察 但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水气确实会变多 一定要特别的来做留意了 除了说在雨势方面 我们也来看到今天温度 也要特别的来做留意 因为除了说受到封面的影响之外 就是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今天在北台湾的地区 温度还是会偏凉冷一些些 我们看到现在的温度 大概是来到20到21度左右 是北台湾的温度 而在清晨的时候 苗里以北甚至下降到了20度以下 现在稍稍的回升 不过今天整体来说 在北部地区的高温 大约是23到26度 而在中南部 同样可以达到30到31 低温方面各地区22到24度 外出最好都还是要戴一件外套 会比较好 也比较保险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较人 这一集的 我们下期见